哎 她就是蛋黄米卡 她的桌面好干净了 不会是处女做的女孩 嗨 对不起对不起 我叫绿夏 狮子做 为人指手 我以前的朋友都很喜欢我的 你叫什么名字 让开 让开 我之前有个朋友也信任的 麻辣大鸡腿 我帮你拿 很好吃 不吃辣也没必要 吓成这个样子吧 班长 她怎么每次看到我 都像看到温神一样 哦 你说米卡呀 她是处女做 最讨厌的就是做事没条理的人 你们俩性格不合 不可能成为好朋友的 狮子做的字典里 没有不恨 女人 你成功引起了我的征服力 处女 狮子怎么成为好朋友 有了 我去买本新作的书 研究一下 就剩这点零花钱 用了这就就不能买吃的了 谁帮我缝了 难道是米卡 统一奶茶出的十二星座包装奶茶 你喝过没有 当然喝过啊 上面还讲到了新作的特点 嗯 顺乏香蠢 层次丰富 不会是经典又独特的麦香味奶茶 嗯 光过喝了 差点把正事忘了 米卡肯定会 乱倒示范 扣十分啊 不是我丢的 不是你丢的还是谁丢的 昨天只有她从这里路过 不是你 还能试试 茶茶 明明就是你丢的 你哪只眼睛看到了 昨天 我可都录下了 还有 我看到你和隔壁班周末在 行了行了 你别说了 对不起 你说了 不是像我 是像米卡 对不起 丽星啊 谢谢你 有一万岁 嗯 好喝 我的青梅竹马 是校园男神 不是可以加上微信吗 不好意思啊 不行 男神微信 给我一个 21张 21张 哎 大闪卖啊 哎 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 多少钱多少钱 李香 你干什么呢 这个给我赚钱 你别跑 你给我站住 李香 下午四点篮球赛 你陪我去看 不去 哎 我们好歹是一起长大的 看球赛也不过分吧 这么大太阳 站一下 我不得黑八度啊 还要忍受你那些 狂热粉的冷潮热粉 这会儿 跟我奶奶我不干 哎 你真不去啊 那你看演唱会 偷偷逃学的事 我就 可 且慢 下午四点是吧 准时吧 好 走喽 这大太阳 看你酷刑啊 这才不配了吧 李香 你之前不是说对男生不感兴趣吗 怎么还偷偷看人家打了球啊 虚伪 我 你这牺牲也挺大的呀 什么都不妥 不怕回去直接变碰碰啊 到时候啊 你男生偷偷看不上你 你说谁呢 我话说回来 我应该是没事的 有个妈一样的闺蜜是一种什么体验 嗯 身份证准考证币还有夫妻资料 我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这次考理论 按照你正常发挥的水平一定会过的 抱歉 你要不要看一下身边才几点 我下午才考试啊 嗯 嗨 好巧 嗨 哎我给你打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啊 哈哈哈 你跟一个人走 那个好 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我跟你说前段时间了 跟你说 你跑手什么事 你身体哪不舒服 你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别一个人阴沉着 你看现在好了吧 肠胃炎呢 好了好了 你不是约了你的安恋对象要去吃饭吗 赶紧去收拾一下吧 你看你头发乱到糟的 或许你们觉得像他这样的人 应该很会照顾自己 但其实我也有照顾他 嗯 哎 大陆天的这几天你还敢喝冰水 来喝热水 锅里还有我刚烧开的红糖浆水啊 保证温暖 温暖 哎我站在家里没沙拉酱了呀 你买的新的 我在冰箱里面看见的呀 一碗装着 我尝了一下酸酸甜甜的和沙拉酱差不多 就用了 有什么问题呢 那是我做的蜂蜜面膜 哈哈 欠你的 今天早上刚买的 谁让你最近没好好吃饭 吃 我同事今天生日叫我过去 你自己也在家好好看家啊 哎 你头发没吹干就走啊 吹干要好长时间来不及了 快快 跟我走 拿 给你 哇 这颜色也太好看了吧 你什么时候买的 这不快过节了吗 这个 就当送你的礼物了 你把我当做老妈子啊 你整天啰哩啰嗦的 那可不就是老妈子 你就是老妈子啊 你又是自己千挑万选的家人 我想确实是的 即使生活一团糟 但只要有她在 也能在吵吵闹闹相互麻烦中 找到乐趣和方法 这才像我闺蜜嘛 好了 这个男孩好 就可以出门了 嗯 陛下走 一起吃饭 你叫她干嘛 天天吃那青菜 她想得跟我们出去吃啊 啊 吃青菜啊 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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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立下 我们俩一起吃吧 我最喜欢吃有机蔬菜了 我家队里还有很多 我以后可以天天给你带啊 嗯 好 拿 生日礼物 好 你说的生日礼物就是这个呀 明天就要高考了 你还送我书 真的才是 最喜欢的小熊 立下 等我们毕业了 就带着她去西藏旅行 等你考上大学再说吧 好 不说啊 立下 立下你今年又不回去啊 不回去了 我还要打工呢 做完这个暑假 应该能凑齐明年的学费 呦 这不立下吗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隔壁系的吗 我想搬到你们宿舍 就让我爸给导演打了声招呼 茶茶你干嘛 我只是在想啊 有些人之前只吃的起青菜 现在是怎么搅上 茶茶你不会过分了 立下 老师问你学费缴了 为什么不去买单子啊 我马上去 今天我的学费 被一个同乡好心人交了 下个学期放假就能回来了 真的吗 那我要先约一波火锅 我还收到了 某人给我寄的水宝宝防晒刷 那我还不是怕有人跟我吐槽 心学期户外写生 不要变成一个煤球嘛 我不管 我还等着你这个煤球画家赚钱养我呢 好 师弟 小金 小金 你就是立下吧 你怎么知道 你照片我看过 这姑娘在医院待了很久了 但是她每年都会按时让我往一个叫 立下的照片上打钱 哎哎哎 她在12医院啊 知道了 原来那个同乡好心人 一直都是你啊 以后就只有你这个大画家养我了 我养你啊 毕业旅行 只能他陪你去了 我们去西藏的旅行 我一定会实现的 带着他们 替你一起去 那我还不是怕有人跟我吐槽 新学期户外写生 又要变成一个煤球 我还等着你这个煤球画家赚钱养我呢 我还等着你